尼泊尔强政之后 在巴塔普区外 大约十公里的加加德小学校舍毁损 此际援建了六间的简易教室 并在今天举行移交典礼 校方还准备一系列精彩的演出 表达感恩的心意 前往加加德小学 山路蜿蜒颠簸 沿途美丽景致 仿佛让人遗忘地震的残酷 直到抵达后 才把思绪拉回现实 这里是加加德小学 在这次尼泊尔强症中 受损的情况很严重 可以看到他的整个门窗 都是已经完全变形 那主结构也受到了破坏 水泥墙四分五裂 红砖快散落 二楼最严重 墙面整个坍塌 校舍变成围楼 忧心孩子教育中断 辞聚人员建六间简易教室 能够好好地学习上课 但希望说让整个尼泊尔的教育 能够再提升 一教典礼 当地民众带来民俗乐器表演 可爱的孩子们跳了本土舞蹈 能有遮风避雨的教室 孩子们已经很满足 志工教孩子们覆察 尊敬师长 协助全方位 硬体盖教室 软体提升心理层次 尊重 爱 大一新闻 黄子凌杨俊廷 尼泊尔报导